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和西方和其他大国竞争 到底中国是出于优势呢还是劣势呢 我给大家讲三个例子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住 那是美国的第二大州面积比四川还大 这么大的一个州 没有一条客运的铁路只有货运的 所以他们当时提出来要建一条轻轨 还不是高铁了 连接几个主要的层次 你们知道德州民主决策 公民投票投了多少年 投了二十年到现在还在纸上 那你说为什么呀 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利益集团是冲突的 修条轻轨 谁不高兴 航空公司不高兴 因为乘客跑到轻轨上去了 他利润受损了 旅馆业也不高兴啊 你做了轻轨 你当天到家了不用转飞机 我的旅馆 利润就下降 严县的居民也不高兴 为什么造成增加 我的房地产贬值 稍微远一点高兴地价升值 再更远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凭什么我要交税啊 所以你在西方要修一条铁路 要修一条高铁 选线 哪有设站都成了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 可以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上了四万亿 一下子高铁变成全世界第一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英国要想学中国高铁 我靠你 在他们的制度底下 最大的问题 印度你要增地 私有制 你就增不下来 美国和德国 你要选线 你就麻烦 所以中国第一条优势 就是社会主义大协作 这种协作模式 超过西方模式底下的 分工加市场交易 第二故事 这是纽约时报调查的 纽约时报就老想不明白 美国科技先进 怎么中国发展比美国快呢 最后调查出来一个秘密 说那乔布斯 苹果原来的老总 把手机 新研发的手机 放在口袋里 跟钥匙放在一块 结果就发现钥匙 把原来塑料的面 划了横了 说这哪行 马上要上市了 一个礼拜之内 你得给我换成玻璃的 然后那开会的副总裁 一听就急了 会还没散会 他干嘛 立马坐飞机到深圳去了 为什么 你单单要把工人招来 重新生产 苹果就需要的玻璃 你招工需要多少时间 九个月 菜都黄了 我说下个月就得上市了 然后呢 美国的工人呢 周末要度假 要看球赛 中国的工人 你下了飞机 高管二十四小时接电话 拿那个笔记本电脑一打 马上二十四小时内 工人全部来上班了 然后呢 你需要配件 隔壁就是 你要螺丝 这个螺丝隔壁有 你要什么电阻 对面有 所以中国的深圳 是一个产业急剧的 世界上最强的加工的阵地 这就是为什么 苹果手机 大多认为它了不起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润 都被苹果公司的股东 赚走了 中国的工人 拿了血汗钱 只有百分之五都不到 但是你听听特朗普的逻辑 谁赢了 中国赢了 还是美国赢了 中国赢了 为什么 中国赢了就业 经济持续发展 美国呢 被苹果解雇的那些 高技术的工人 失业了 回来只能测试 返修的苹果机 工资向了一大截 所以才会有这次 特朗普的胜选 所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 美国原来想的是 美国一定赢 结果发现 中国是大赢家 美国成了输家 这是我讲的 第二股 中国研发不如美国 怎么可能经济发展 那么大的动力 本来我也不明白这个事 有一年春节 这企业家请我吃饭 我就遇见了 微软的高管 他告诉我一个数字 让我非常震惊 从来没在任何经济学 文献里面看到过 他说美国现在 还是保持研发的优势 所以我一个产品 研发出来 已经可以应用了 从投资 设厂 到美国 经过这个议会 修改法律标准 然后营销 把钱赚回来 这个周期 要多长 我说起码十年以上 你说的不错 美国是十年以上 欧洲 比十年还要长 那他说你知道 中国呢 说从投资 生产到上市 把钱赚回来 平均 二十三个月 你说美国 怎么和中国竞争 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 管理学的大师 你们大概认识 叫大钱赚一 他当时写了一本 在日本引起轰动的书 这个名字非常绝 因为美国呢 你们都知道 英文怎么说 叫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个大钱赚一 写的本书叫什么呢 叫United States of中华 中华联邦 他讲的这个中华联邦 是要把东北亚 东南亚 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 都加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 这么一个大家庭 当时那个时候 西方还在讲 中国要崩溃 他却看好中国经济 我说你到底看好 中国经济什么呀 哎 他说中国人 学习能力太快了 然后呢 他说一句话 更有意思 他说当年 我们七十年代 日本人非常自信 自信法怎么说呢 说 What American can do We can do it 美国人做什么 我日本人 就能做什么 现在日本人不行了 现在日本人说什么呢 What Chinese can do How can we do it 中国人做的事情 我们日本怎么做得到呢 大前言一讲这个话 还在金融危机之前 金融危机之后 2010年2月份 哥伦比亚大学 请我去做讲演 讲我的金融危机的理论 讲演完第二天呢 我们大家 很熟悉的金融大家 也叫金融大鳄 索罗斯 请我在他的量子基金总部吃饭 索罗斯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西方文明的衰落 看来是已成大局了 将来要看中国 能否引领世界了 然后呢 他感叹了一句 跟大前言一的观点呢 相同 说中国人学得快啊 那回我就有思想准备了 我就反问索罗斯一句 我说您说 为什么中国人学得快呢 索罗斯平时反应是很快的人 他那次没有回答 我给了他一个回答 我说中国学得快 是因为中国可以全方位的学习 这个科学技术 可以学苏联 美国 工业制造 学德国 管理学日本 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 学香港 然后工业员区 学新加坡 农业呢 还可以学以色列 我说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障碍 只有中国 有这个包容能力 所以到中国来讨论 多元文化的 共产和发展 我认为 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 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 不是中国人自己吹嘘 说我们中国这个有多了不起 而是实际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比我们中国更早的认识到 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呢 多数还认为中国就只有中国问题 以为中国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来解决 其实是不对的 世界发展不平衡 所以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就要走自己的发展的道路